編療療程 詞音作曲 李登輝 剛才的Piano 我們也講過 彼此醫生,他們更像一個偵探 我們會看很多輸師馬跡 看牠的樹是怎樣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觸摸蠟 如果不接觸樹木,很難可以成功 如果我們完全沒有摸過樹木 沒有去接觸到他們,我們就能夠在這裡 大家猜一下,聽到的方向是這樣的 大家這樣玩,是嗎? 兩間一定是難倒下來的 大家猜一下,可以先touch後面 我再一次介紹我自己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分享或者分享的 例如Gris,或是唐的 我本身是導演的科學系的老師 也是一個註冊的算力師 如果每逢一個註冊的算力師 在國際算力師註冊後 我們就會有一個徽章 徽章可以擺放在這裡 如果窗邊有兩個安全帽 它可以貼在安全帽上 我有一些掛著算力師的章在我們掛著算力師 所以下次有人問 我們是個徽章 我們可以問一下 你有沒有這個徽章 這個可以滅潔得到我們的身份 還有我們會有個號碼 在個號碼上的網上 都可以查到我的資料 所以可以找我 就可以看到資料 首先說,有幾個字 現在經常很激怯 經常大家聽到 Apriculture 這個字 或者中文叫樹藝 另外一個字 是這裡的 叫Tree Management 樹木管理 我們經常都會發現 這兩個字好像很相關 但又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或者有什麼關係 簡單來說 簡單來說 什麼叫Arboriculture 什麼叫樹藝呢 樹藝就是關於 它叫藝字 其實有一點是藝術的東西 這個樹藝為什麼是應用科學系的 其實這個樹藝是集集了一些大部分的科學 你去做一些樹木的工種的時候 其實都牽涉到一些藝術的東西 比如說我剛才修剪了樹 用科學方法修剪就可以了嗎 這樣的時候 我們都牽涉到在原型設計的背後翻的 所以樹藝這個字是很好的 中文才能夠 那你的樹藝 Arboriculture 就是大家跟樹有關係的 一定是跟樹藝有關係的 跟樹有關係的 什麼呢 第一就是selection 選擇 一會兒會說 很重要在我們國際樹木本地 任何地方 任何國內部都說的一件事 那個選擇 那個地方 如果我要在圖書館 或者我要在室內的樹 可以嗎 可以的 那是不是所有樹都可以種呢 不是 不知道什麼樹可以種呢 你可能要找一些相關的樹藝師 做一些研究 或者看一下種什麼樹 第二 選擇了樹之後 你要種什麼種呢 是不是就用一些泥種下去呢 我們如果有些同事 或者同學 都喜歡種的東西都知道 不同植物種類的泥土 深度 那些東西在地方 去水 要選擇 如何種 如何種 也是在樹藝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一講 種錯了一棵樹 就是種錯了一棵樹 不能回頭了 最後就是選擇種 種好之後 要做什麼 保養 水 修剪 那些是保養 那些有蟲 有病 如何種呢 這些都是保養 所以基本上是分三大塊 要選擇樹 種種樹 還有怎樣保養 在種樹 保養那裡 其實是一個很科學化的方法 因為我們會看周圍的環境 氣候 光照 運動 每天都在燃照 光下來 那些樹 究竟是內陰 還是內陰 這些全都是科學的東西 但是你說選樹 有一點點是什麼 藝術 如果我想做一個 很大風情的效果 例如想做一個很大風情的 我沒有理由種一些 其他樹的品種 你大風情那種種什麼 種類樹 好像椰子樹 那種 種那個實驗樹 又沒有那個感覺 但是這個是一個藝術 藝術自然 所以西藝術是否做得到 種類樹是否做得到 那種夠不夠陽光 那種地下不夠泥 這些就是科學的藝術層面 所以我們要去看這幾樣東西 那是否就在山邊 或者一些教育公園裡 樹都跟樹律師有關的 其實可以關 又可以不關 為什麼不說呢 因為通常你說 樹律師關心的樹 就是跟人的密切關係 什麼是跟人的密切關係呢 就是譬如在馬路邊 在行人路 在住宅那些 因為那些樹 是跟人的安全 性命 財產 又直接回到一個公圈 如果說在交易公園裡 在山頂裡 每人去到的地方 那棵樹 樹律師可能做個工作 都會關心很多 好 所以牽涉到 其實因為樹藝和 tree management 就密切關係 因為樹木管理 一要管理的時候 就是因為是牽涉到人的財產 或者是私人的地方 牽涉到有那種財物 人命財產 那些樹木 就是我們樹律師去看的 也是包含樹木管理 裡面去做的工作 如果要說需要一個 樓盤的樹木管理 一會兒我會分兩部分 第一部分 我們會介紹我們專業 註冊樹林師是甚麼 這個牌照是甚麼 是甚麼地方 好像很神秘 聽到有很多人說 很火力 第二部分 我們會說 為何我們需要一個 公製營火註冊樹林師 所以我們會給大家看一下 那些個案是香港,我不是說香港沒有國際的樹木管理 是我們要更加多這一類型的國際樹木管理的人材在這裡